大多数人是从西游记中 第一次听到火焰山的名字 火焰山的热自古有名 地表温度最高超过70摄氏度 从高大的温度计上 人们能时时地看到火焰山的气温 地势是造成火焰山酷热的主要原因 这里位于吐鲁番盆地的低点 它与周围山地之间的高度落差有五千多米 热空气在盆地中不易发散 火焰山因此成为同围度中最热的地方 的确很热 记录我们的火焰山之行 这是我们前往火焰山之前 在一家餐厅用餐的照片 那个汤里是羊肉 排骨也是羊肉 不过以前是从来不吃羊肉的 过去父母讲如果不吃羊肉呀 你到新疆非饿死不可 哎呀不到新疆不知道 到了新疆啊 才知道真的如果不吃羊肉啊 是找不到别的可以吃的东西 当然因为没有别的可吃的东西 没有选择反倒觉得羊肉挺好吃的 人就是这样的 所谓的这也不想那也不愿意 其实都是有别的选择 如果没有选择的话 其实都可以的 现在车窗外看到的是戈壁滩 以前我想象的戈壁滩呀 就是石子呀石头呀 不是 看到就好像就是那个肥沃的土地 像那个拖拉机刚封错的那个土地一样 在这个火焰山附近呀 真的是不毛之地 一棵草都看不到 植物看不到 那就更别说什么虫子呀鸟呀 完全没有 这是那个这地方的来火焰山旅游的一个设施 我们先把车要停在这里 停完车以后 如果你穿的短袖的话 真是不行的 真必须穿长袖戴帽子 那真的把人的皮呀 可以晒裂的 最高的温度 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70多度 但是这在室内的话 相对凉快一些 到那外边呀 那真是要把皮开 把皮要晒开的那种感觉 完全是不能 这个把皮肤露出来的 非常非常的热 新疆是干燥嘛 干热干热的 所以这个我们戴的这个帽子呀 都是现场买的 墨镜也是现场买的 当然要打着伞的话也可以的 总之皮肤不能绝对的 就是直接露在外边 露出去那真的是 所以那个沙尖呀什么呀 那种东西带上比较方便 这是介绍当时这边新疆的 那个发现呀 过去的丝绸珠露上的那些 一些古迹呀 发现的不同国家 的靠谷的 刚才介绍日本人 日本人一个是新疆呀 还有甘肃的敦煌呀 早期都是 他们在那里靠谷 发现的很多东西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博物馆 记录了新疆的礼食 具体的呢 可仔细看 有关资料 这是我们当时去看的时候 拍的照片 不可思议呀 它就是一个不适合人类在那 不是不光不适合人类 而是不适合有生命的东西 存活的地方 是无法存活的地方 热的是没有生命痕迹 就是所谓的不毛之地 真的是不毛之地 看西游记的时候 那个火焰呀 这个地方虽然不是火焰 因为它完全是 那个秃秃的山嘛 完全没有植物 没有生物 就是那个显得那个土啊 有点发红的颜色 但是没有平常 我们看到那个西游记的火焰山那么红 像现在后边这个照片 照片照相的那后边画的是比较红的 真是去看的话没有那么红 也没有像那个有时过去有那个一种黏土是红土也没有红土那么红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黄的感觉 这都是画的那图片在那照相的 在这就是摄影赚钱的那些机构 所以艺术呢 所以艺术呢来自于生活都高于生活 我们看电影看照片觉得哇真的是火焰 其实真去了以后没那么红 感叹呀感叹呀感叹 五十度左右 那个高的那个温度计啊 可能横着来拍 但是横着拍不下 所以只能横着拍 所以这个我就感叹那个骆驼特别厉害呀 所以骆驼那个两个风里边驼风里边都是水呀 所以它就适合在沙漠里 所以环境呢改变了人们生活的方式 所以它在这种环境里生活的这种 它就有这种适应这种环境的能力 所以在这样干燥的环境里 骆驼它背上那个驼风里都是水 人们的生活方式 人们的生活习惯 不光是人们 所有生物植物 它都是要适合环境 适合环境的才能生活下去 那就是说适应着就留下来 不适应着就被淘汰了 所以也在 如果相信进化率的话 那所有的生命都在为了适应环境 在不断的进化着 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真的是很残酷的 真是看见的火焰山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种环境里面的生活中 我到新疆啊 你没有那个 无法想象那样的那种辽阔和那种空旷 一言望去 看不到边 看不见人 看不见任何生命的迹象 看不见你 颜色的看起来好像是肥货的鼓励一样 所以很多的事情只有我们到现场 看了以后才会认识 所以据说所谓的行万里路 圣女读万卷书 书也要读 路也要走 读书是理论的 走路是实践性的 所以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才能让我们的认识更立体 更全面 这是我们返回的时候 汽车开在戈壁滩上 海鱼就突然狂风打坐 那个石子儿啊 就是那个我们看的像图样 但是石子儿就这刮风挂起来 打在汽车上能听见那个 打在汽车上的那个声音 这是落日 这里因为它土地很广袤嘛 有很多这种风力发电的这种设施 因为我们生下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环境 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体验过那种 那种废位 只有去了才能理解生活在那里人们的想法 或者概念 或者习惯 感谢您跟着我的镜头走了一趟火焰山 那么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或者心得呢 期待您能在留言中分享您的感受 那么下次再见 再见